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喧桃点点目睁有理有航迹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记忆我的世界原始这么的容易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松 嗨我是小叔 欢迎收看听听看 俊松我有一个假设的问题想问你 如果你还没有交女朋友 有一天一位身材风雨的大女孩想要追你 那你可以接受吗 如果我对她有好感 而且又可以相处融洽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真的吗 你不会在意女生有肥肥肉肉的身材吗 当然啦 其实外表胖瘦不重要 只要做事认真 彼此又谈得来 我想应该可以接受 你怎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啊 因为最近我的朋友找我诉苦 她说她男朋友觉得她太胖了 每次只要带她出去 就会被朋友们嘲笑 笑她说怎么会交到一个恐龙妹呢 害她的男朋友觉得很没有面子 于是提出了分手让她心都碎了 她心想难道胖是一种错吗 胖妹就注定没有男生爱吗 你朋友的遭遇的确令人同情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男生都不喜欢胖女生 我记得网络报道过啊 美国有一位体重210公斤的胖妞 高调秀出照片 把跟帅哥男友拥抱的合照po网 人家也能够找到真爱啊 哇 想不到圆嘟嘟的女孩也有人爱耶 但胖妹到底如何追求爱情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所以呢 特别邀请了四位来宾 来到现场分享他们的爱情经验 先来看看我们准备的VCR 龙 听 脱 手 秀 请看 常听人说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体重不是压力 这句话对所有为爱苦恼的人 想必有着非常大的鼓励作用 但是这个体重都高人一等的大女孩们 在以瘦为美的大环境下 许多身材富裕的女生 仍然担心自己很胖 找不到男朋友 真的是这样吗 你会想跟胖妹交往吗 最重要的要看内在 外表呢 大约只占了60%到70% 如果是我的女朋友的话 我会希望陪她一起运动瘦身 能够瘦下来也比较漂亮 如果她原本原胖的身材 能够减肥成功 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要看得不合得来 如果过胖 我不能接受 除非愿意跟我一起运动 我才会考虑 先做个朋友相处 然后互相慢慢了解 如果真的是很喜欢双方的话 可以愿意交往看看 我就不会跟胖妹交往 也不是说她很胖 但是就是觉得不适合 不适合当男女朋友 因为胖妹别的人都很好 然后就觉得当好朋友就好了 其实我不会觉得说 胖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是觉得说应该要多相处 或是有契合 眼神契合 或是个性上交合 然后才会让我想要有交往的举动 让胖妹跟心仪的男生告白 看这里 看这里 我跟这里 那为什么要送我饮料 因为 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看看你是谁 你就是那个胖妹啊 胖妹不容易找到真爱吗 因为会觉得就是大家都会只看到外表 然后不会看到我的内在 所以会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一点 之前就有喜欢过别人 可是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可能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 然后又加上他可能就对他喜欢的不是我 所以就比较没有就是比较勇敢的去跟他表达出来 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 总是希望自己可以瘦一点 可以有多一点的衣服可以选择 那不过还好我的男朋友都很体谅我 他都说没关系 就是自然就好 刚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会 会因为怕觉得自己 会因为觉得自己胖 然后他会不会就因为这样 然后喜欢上别的女生 其实胖胖的女生也是有胖好的一面 我一直在就是塑造胖只是好的形象啊什么的 所以他都可以接受 我身材的确是胖 没有人要我 我的确有点担心 但仔细想想 会用这种角度看我的人 我也不一定会要他们啊 我对他们一定是没有感觉的 为什么可以接受胖妹当伴侣呢 两个人交往了解以后 我觉得她的心里 其实很大方很开朗心地又好 突然被告白也没有心里准备了 那时候也太年轻 活动生嘛就硬丝丝的 他的身材 那时候没有注意那么多 然后后来就大爷了 那如果我以后 如果是想要变更长的话 你可以接受吗 那所以现在要先瘦一点 然后再生 那个腹胖的话才会有一点空间 如果胖到超过一百多斤 就这个问题 现在 会不会 那我还是知道要不要嫁给你 现在说 现在说这个还不方便 胖妹追求爱情 会碰到什么难题呢 看 龙人比清楚 听 听人说明白 让我们来看看现场 有哪几位来宾 跟大家献身说法 首先介绍两位龙人组的来宾 第一位是来自台南 非常有男人缘 名字是戴妹 手语名字戴妹 欢迎她 大家好 第二位呢 是来自台中的来宾 陈怡静 手语名字是怡静 她跟老公结婚八年多 感情一直很融洽 让我们欢迎她 欢迎 欢迎 嗨 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介绍两位听人组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 家住台中的杜一山 她以前曾经因为长得胖而自卑 但是啊 后来受到男朋友的鼓励 让她变得开朗自信 我们欢迎她 欢迎 大家好 最后第四位要介绍的是 来自板桥的郭小玲 她的先生很瘦哦 大约只有五十公斤 尽管两人的体型 差距常常引人侧目 但身性开朗的小玲 却完全不在意 因为老公给她的是 百分百的疼爱 让我们欢迎小玲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恋爱啊 是每一个女孩子 生命当中最想修的学分 身材风云的大女孩也不例外 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呢 是外貌协会 所以啦 胖妹在寻求真爱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就要比兽妹多一些努力和运气了 是的 曾经有连移业者进行调查 统计的结果 大约有七成的女生 认为体型肥胖会影响感情路 此外呢 有八成的男生喜欢身材苗条的女生 所以有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现场的来宾 请看题目 请看 曾经因为自己的体型 而担心不容易找到真爱吗 有的请举圈 没有的请举差 来 请举牌 请举牌 四位当中 有三位都会担心找不到真爱 唯独呢 有一位女性 她不在乎哦 那这位就是小玲 为什么不担心呢 因为可能我比较开朗 所以其实我异性朋友还蛮多的 哇 没想到异性缘这么好耶 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一下的吗 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都很好奇想要知道 怎么样才可以增加异性缘呢 其实怎么讲 相处其实都是斗嘴比较多啦 可是其实因为自己从小体型就是这样 所以就比较开朗 就是会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这只是开玩笑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说我都是很开朗 所以大家都比较不介意我这种体型 想请问一静啊 你刚刚举圈 表示以前曾经因为身材胖 会担心找不到真爱吗 以前我倒追过男生 但是失败了 对方说我的身材太胖不适合 他喜欢苗条的女生 让我很难过 再经过几次运气很好 遇到我现在的老公 他不在乎我胖 之前恋爱时呢 有跟我说希望我能瘦一点 说要和我一起努力的减肥 最后还是没办法 只好算了 你跟你老公啊 当初你是马上追到他的吗 还是追了很久呢 两个人顺其自然的 我们一开始呢 是在网络聊天认识的 并没有见过面 后来聊啊聊的才互相有好感 原本我跟他说 我有一点胖 一点点哦 他也没有想太多 等见了面才发现我这么胖 吓到了 但是呢已经有感情了 慢慢打也就习惯了 那依珊呢 你以前因为身材较胖 而感到很自卑 可以说说以前的经验吗 请 就以前国中的时候 常常会被同学欺负 然后那个男生都喜欢 用橡皮筋弹我 对 那后来就是跟 现在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之后 他就一直鼓励我说 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然后要做自己 对 那你有没有问过男朋友 为什么不在乎你的身材 而会主动地追求你呢 究竟是看上你什么呢 他曾跟我说过 他的偶像是小甜甜 对 所以他本身 他就是喜欢胖胖的女孩子 对 那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没有马上在一起 是经过两年之后才在一起的 请问大妹啊 你之前曾经跟男生告白 那个时候有被拒绝吗 在念国中的时候 有追过一个男生 但他直接说你太胖了 真难看 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只能做朋友 让我的心都碎了 等过了四年有瘦一点 回头再找那个男生 又被他拒绝 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只好再找其他男生咯 所以你这男朋友 总共失败了几次啊 算一次吧 一次 一次啊 嗯 就一次 第二个男生说我圆圆的很可爱 很喜欢我 而且肉肉的 抱起来很舒服 有安全感 所以现在的男朋友 比以前的男朋友更好吗 更好 而且很爱我 吃东西呢 也会互相喂来喂去的 彼此分享 感情很不错哦 嗯 俊松 我问你 在还没有恋爱之前 假设性的问题啦 如果有一个肉肉的大女孩 一直追求你 刚才呢 你说可以接受 不在意 但如果胖到 你连抱都抱不动她 或许呢 在开玩笑的场合中 你还会被她的身材给压垮 你自己觉得 该怎么办 老实说啊 我到现在 教过的女朋友 都没有这种体型的 所以很难想象啊 但是如果万一啊 真的遇到何德来的 不管她再怎么胖 我都可以接受 前提是慢慢培养感情 顺其自然 我想应该没问题 嗯 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 他也是因为身材的关系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下定决心 要减重 成为身材匀秤的 苗条整妹 后来呢 不但受到男生的青睐 还找到心仪的男友呢 不过 我想请问大家 你们觉得 该不该为了爱情而减肥呢 大家觉得呢 大家没先请 我同意为爱减肥 这样拍起照来比较好看 真的要减肥啊 宁静你的看法呢 瘦一点也好 两个人走在一起 他也比较有面子 太胖了 人家还是会说话 等等等等 不对 我觉得不对 你们两个都觉得 要为爱减肥 瘦一点 让另一半比较有面子 那怎么两个都不减 说不下来啊 以前曾经努力减肥 失败了好几次 你是控制饮食 运动还是用药呢 有试过什么样的减肥方法 我老公是说 还是运动瘦身比较好 吃药或是抽脂都不好 自然减重是最好的 小林请 为了健康 为了健康瘦一点是好 但是真的每次要减 不减 不减不 越减越肥 为了健康的话是 我有跟男朋友一起去健康检查 对 然后他 我们两个都蛮注意身体方面的健康 对 可是去年有运动跟饮食控制 然后有瘦下一点点 可是后来因为没有动力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 男朋友还是很爱我这样就好了 一山啊 我想请问你啊 听说你第一位男朋友 曾经让你在爱情当中受到了伤害 可以谈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整天都不敢吃东西 然后他都会觉得说 我永远比补上外面的女生 对 那我就觉得很受伤 然后还曾经因为前男友 他就说 我家人在问我说 为什么你交的女朋友会那么胖 怎么会跟那么胖的女生在一起 对 然后我就让我觉得很难过 对 那就变得比较自卑 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嗯 嗯